成品 K9 夜店陆续撤出 金华城返华不在 包办全家人娱乐美食的金华城 将在这周六跟大家告别 谢幕前特别举办 金华城时光回廊特展 邀请民众一起回忆金华城 这18年来的点点滴滴 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它等于是我们 全台湾最大的小品牌 是觉得很惋惜 客人是这样讲 都觉得好可惜 每个都在这回味 特展唯一大型背板 画上时间轴摆张照片 让人回味金华城的历史轨迹 还有人结婚照 和金华城主体大球合影 留下一身永恒 金华城前身为 唐荣铁工厂市工业用地 1998年3月动图典礼 2000年6月赏良典礼 2001年即将开幕时 却遇上纳利风灾 9月的时候遇到了纳利风灾 那当时所有的雨水 整个灌到我们的地下 整个七层楼都是雨水 所以我们动用了至少十步以上的 大型的一个抽水机 七天七夜才把水的整个都抽干 在万众瞩目的球体商场 在2001年11月23号 省大开幕 球体区10楼11楼 引进全台第二家24小时营业的 神品书店 还有9楼的K9KTV 有80间不同主题包厢 十二楼夜店 Passo News Pacha 都是五六年级生开趴的回忆 更创下一天涌入50万人次记录 开幕的时候 我们员工要上班 比如说我上晚班 我起不进来 客人也是要进门也都要排队进门 2002年始祖赛时 将球体包装成足球造型 行销全球 2004年 大一幕转播奥运棒球 球迷围观赛事 也充满热血回忆 2008年也办过跨年烟火秀 那我们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边还有特别 弄一个室内的高空弹跳 那当时在跳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楼层都是围满的人 在为这个准备要跳的这个人加油 还创举周年庆送现金 每年至少送出上千万元现金 后来营商场动线规划不佳 加上离捷运有段距离 在信义区东区的夹沙下 渐渐遭边缘化 人潮越来越少 加上大环境影像 知名店家一意撤出 进华城返华落尽 风光羡慕 让人不神唏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